我是光田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的洪偉俊醫師 那五十肩是一個常見的疾病 在我們門診也是很常看到病人有一些抱怨 那藉由今天這個機會 我們今天大家就是大概來了解一下這個疾病 那主要是診斷、症狀還有治療的方式 那先談到五十肩之前 我們先了解就是肩關節這個構造 肩關節這個構造 它是有一個拱骨頭 然後跟一個魚窩形成的 那這個魚窩呢 它是有肩胛骨的一個凹陷形成的 那在解剖上的分類 我們常常講的是一個球窩關節 那或者是有人翻譯翻作儲臼關節 那它其實就是像一個 我們以前那種磨藥的研波 一個磨藥的磨棒 然後跟一個波形成的一個關節 一個碗再加上一個頭狀的一個波 一個柱 那我們想像的是 它應該是一個很大的碗 配上一個研磨器 但實際上呢 我們的這個球窩關節 它其實是一個很小的碗 然後配上一個很大的一個研磨器 所以頭相對來說這個碗是非常大的 所以可想而知它的活動度是很大的 一個小小的碗是沒有辦法限制住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可以活動的一個關節頭的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 其實是包覆在這個關節 就是這個儲臼關節 它外面的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就叫關節囊 那關節囊其實是一個很強 很強韌的一個纖維組織形成的 那它主要是包覆在這個球窩 球窩關節的四周 它像一個氣球一樣包覆在這個 這個球窩關節裡面 那它主要的功能呢 是限制它的活動 不要讓我們的這個肩關節很容易掉出來 很容易跑位很容易脫臼啊脫位 那但是同時又能提供它穩定度 讓我們的關節可以在中心施力 當肌肉收縮的時候 有辦法把這個關節做外展外轉這些活動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病罩啊 就是沾黏性的肩關節囊炎 我們俗稱的50肩囊 它主要的這個 Focus在這個病罩的位置 是在肩關節囊上的病罩 我們肩膜有其他構造嘛 像肌肉啊或者是肌腱或者是滑膜這些 但是今天要講的是這個肩關節囊上面的問題 當我們就是產生沾黏性的肩關節囊炎的時候啊 其實最主要呢 我們就是它的這個纖維組織 它的這個很強烈的纖維組織 它一剛開始會產生一些發炎 我們血管會在這邊增生 然後開始產生一些一系列的發炎反應 開始這些一些纖維細胞會形成八痕組織 沉積在這個這個關節裡面 原本像那樣白白亮亮的一些韌帶一些正常的組織 它慢慢會有一些紅色帶有血管的一些組織沉積在裡面 我們如果這時候在沾黏性肩關節囊炎的時候 用關節鏡進去我們的病罩裡面看 常常會看到我們在這個這個肩峰啊 就是在這個肩峰的構造下面啊 會很多的這個纖維組織纖維化 產生一些沾黏的構造 那在這個肩峰下面它還有一些滑膜 滑膜是我們平常正常的組織 它會分泌一些我們關節潤滑的構造 這時候因為發炎的關係 所以這些滑膜會越來越多 增生許多變得更厚變得更多樣這樣子 那再來最後一步就是它最後這個關節囊就會慢慢的增厚 關節囊增厚相對來說我們這個氣球的壁一增厚 我們這個球窩能夠活動的範圍就變得小了 所以關節一剛開始會產生一些疼痛的症狀 到後來因為增厚的關係 犧牲掉我們關節活動度造成就是 最後會有一些所謂的冷凍間的症狀 關節受到限制 那這個是我們在冷凍間的情況下 如果用關節鏡我們用個鏡頭放到關節裡面 我們會看到的狀況 這個是我們的拱骨頭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魚蠢 魚窩 那我們這中間會有一些韌帶 原本正常的組織應該都是白白的樣子 但是它因為一些增生的關係 會有一些紅紅的血管 紅紅的增生的組織跑到關節裡面 那提到今晚節的男人 剛剛也有一剛開始前言有講到 它是一個症狀率大概是2%到5%的一個疾病 它大多呢是會在女性多一點 大概是比男性大概多了1.4倍 那多發生在40到60歲的病人身上 所以才會有這個俗稱叫做五十肩 那因為它常常是一個原因不明的發作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理解說 五十肩產生的一個疾病的機制 只知道說它會產生後面一系列的一些發炎 那通常是跟糖尿病、甲狀腺疾病 那近來發現也有跟一些 腦血管疾病 有一些或者是中過風的病人 可能也會有比較盛行的傾向 那現在來到診間 病人常常會跟我抱怨的一些症狀就是說 一剛開始我們會說 它都是晚上的時候會痛 那沒有辦法側睡 壓到一邊就會開始痛 那這個痛是越來越痛的 然後通常都是單側的發作 那它可能是好幾個月 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那受不了了才到診間來 然後診間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的手有辦法舉到哪裡啊 最近最常沒有辦法做到的動作是什麼 常常病人就會說 我沒有辦法洗頭 沒有辦法梳頭髮 那很多病人 甚至是一個生男腰 忽然發現自己左右手舉得不痛 不同高 一生男腰開始痛 那甚至有些女性病人 常常會跟我抱怨的就是 他沒有辦法扣內衣 往後轉 往後內轉這個方向是非常困難的 這也是我們就是在診間 會做的一些檢查 因為它是單側 漸進式的一個發作的形象 那病人來 通常抱怨都是痛 跟肩膀卡卡的狀況 那我們做的一些測試啊 主要是肩關節 所有可以轉動的位置 所有可以轉動的角度的測試 包括我們最常見的外轉 然後還有外展 還有內轉的一個角度 那其實往前身 前軀的這個角度 病人也是常常都要收到限制 那最主要見別的就是這幾個症狀 那在這個肩膀的急患裡面啊 他常常跟一些 病人會說 是不是我肌腱斷掉了 怎麼會忽然沒有力氣 會常常會怕跟一些 肌腱的斷裂的疾病 產生一些混淆 我們在診間常常會幫病人做 一個被動的伸展的測試 通常在這種沾黏性 關節囊炎的病人身上 我們幫他做被動 就是我們幫病人動伸展 往前往前去 往側外展的時候 我們也拉不動他 到一個關節到一個角度之後 就會開始卡住 那這種情況就比較像是 沾黏性的天關節囊炎 而且他是整個全方位的角度都受到沾黏 這種比較像是沾黏性的天關節囊炎 那如果我們被動 病人還是可以動 角度可以動 但他主動自己抬 抬不起來 主動外展展不出去 那這就比較像是一些 肌腱的疾病 不管是發炎 斷裂都有可能 沾黏性的肩關節囊炎 他其實是有分期的 他其實是一個會治癒的疾病 他總共有分了三期 第一期是發炎期 發炎期的時候呢 血管增生 然後有非常多的就是 血管通透性增加 有些非常多的發炎反應在這邊產生 他會反覆的發炎 發炎好了 局部的發炎好了 發炎好了又再發炎 發炎好了又再發炎 這個時候病人是非常疼痛的 然後最大的問題就是 晚上會痛到睡不著 然後沒有辦法測躺 有時候測躺一下就醒來 那這是第一期 那進到第二期 開始慢慢發炎都已經好了 但是這個地方沉寂了一些大疼組織 我們肩關節囊開始增後 那他會受到 我們肩關節就開始受到限制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動期 疼痛已經慢慢好了 但是我卻 以前可以洗頭的地方 以前可以勾到的位置勾不到 以前可以洗頭洗不到 以前可以穿內衣穿不到 然後還有病人說擦屁股擦不到 這些都常常出現的 再來就是解凍期 解凍期一切都慢慢的 血就融化了 慢慢的這個肩關節囊 增後的部分慢慢又再被 賦予原本的彈性 慢慢回來他的空間 那這時候症狀就慢慢的緩解 那既然就是這種情況會慢慢的好 那為什麼 常常會我們還需要提到 然後還需要治療他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疼痛跟活動度的曲線 通常一剛開始 這個發炎期就會持續二到六個月 很多病人這時候就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在這時候 我們就已經會做一些比較 保守的一些治療 盡量降低病人的發炎 那到冰凍期的時候 病人不痛了 但是他很多生活上的活動做不到 這時候很多病人是因為工作上的困擾 然後所以跑過來的 那解凍期 就是慢慢從六個月到二十六個月的記載都有 但是呢 因為他 他雖然是會治癒的疾病 但是他平均要大概1.5年的機會 才會1.5年的時間 才會慢慢的緩解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都等不到那個時候 非常非常的久 而且有一些 目前有一些 就是文獻上面記載 其實大概有差不多 百分之三十五的病人 在經過這段時間 他不痛了 他慢慢的活動度角度也回來了 但是他回不到百分之百 跟他的對策手比起來 他可能還是喪失了大概 十到十五度的活動度 造成有一些病人原本 可能有在健身 有在做運動 他沒有辦法回復他原本的強度 再來講到治療了 我們呢 在這個部分 因為一剛開始發炎的時候 很多醫生都會盡量的保守治療 因為我們在這個發炎期呢 我們希望的是降低他的發炎 而不是說做一些激進的治療 降低發炎才是最主要的 就是可以阻斷這個循環的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 常常是用藥物治療 那通常常見的就是 一些止痛消炎藥 或者是被固醇 也有人這時候會選擇去做復健 那這個復健啊 最主要我們還是要做一些 比較輕柔的復健 有一些擺手啊 中擺的運動 盡量不要做一些 徒手的復衛 或者是徒手的鬆解動作 因為這時候他並沒有活動受到限制 最重要的是他 你這些徒手的復健 或者是運動的話 有可能 太過激烈的話 有可能會讓這個發炎更加嚴重 那到冰凍期的時候呢 一些復健動作 會慢慢增加活動度 會變增加活動度的訓練 像在我們在拉筋一樣 慢慢把筋拉開的活動 那到恢復期 我們的活動度好了 剩下的就是力量要恢復 慢慢增加機力 那有一些病人通到受不了怎麼辦 吃藥也沒有效 那我們這時候就會考慮 在關節內做注射 關節的注射呢 在發炎期 我們會注射的是一些類固醇 直接打到關節裡面 讓它這個發炎的反應降低 這些血管增生降低 讓它幾乎就是進到冷凍期的時候 它的這個活動角度會受到最小的限制 另外有一些文件也是說 可以用玻尿酸 玻尿酸它也會降低我們 就是這個整體的發炎反應 那它也會讓關節的活動度 潤滑度更好 那所以進而減少後面冰冰凍期 它所受到的限制 那這個是我們在診間也常看到的治療 醫生就問說要不要打一針 打一針也許會比較好 但是這很重要的是說 我們要先分期 先確定病人在哪一期 他現在在發炎期 還是他現在已經活動受到限制 他不痛了嗎 還是他還在痛 分期是最重要的一個治療指標 那如果呢 病人已經進入到冷凍期 那或者是前面的治療 很多人都還是沒有效 他發現太厲害了 最後他還是關節受到限制 或者是有人介於交界之間 發炎期進入冷凍期的時候 又痛又不能動 那這時候他又需要工作 那我們怎麼辦 現在藉由超音波導引的技術呢 我們可以藉由超音波下 我們用針導引到我們的關節囊裡面 可以更準確的注射到整個關節裡面 我們這時候會選擇的就是一個關節擴張術 我們打的呢 除了一些有些時候會打一些類固醇 但是最主要 是要加很多的水 通常我們會在關節裡面打至少大概20 到外國人甚至有到40cc的一些 生理時間水 或者是葡萄糖水 我們直接灌到這個關節裡面 把氣球灌滿 氣球灌滿了 它雖然很厚 有時候甚至會把氣球的部分脹破 那都沒關係 我們目的是要把這個氣球的空間撐大 那這個關節擴張術在目前為止 它的效果是還算不錯 配合病人的復健治療 那它大概 緩解的病人都可以到七八成以上 另外呢 因為就是病人有些打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疼痛的狀況 藉由超音波導引 我們可以導引到這個 肩胛上神經 這條神經 因為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疼痛 都是來自於這條神經 我們在這時候順便把它做神經阻斷 讓它的神經比較 對疼痛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病人越敢去活動它的肩膀 那待在冷凍期的時間就越少 另外呢要提到的是PRP的治療 現在有很多坊間可能常常都會用PRP來治療肩關節的發炎 但說實在啦 它現在並不是在文獻上一個很很確定的一個治療的方式 但它有一定的角色 它在一些病人無法使用類固醇的病人 它在發炎期的時候 會有甚至比類固醇更好的抗發炎的效果 這如果是在發炎期或發炎期進到冷凍期 如果能用超音波導引到正確的位置 做PRP的治療 其實是也是對病人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的方式 尤其是有些現在很多病人覺得類固醇對關節軟骨有一些毒性 他不想用的話 這也是另外一個選擇 另外如果以上術這些招式都沒有效了 那我們最後只能選擇 再來就是要在病人麻醉下來做一些事情 這些就是一些比較侵入性的治療 比較厲害的治療 那這時候就會像以前在國術館我們常見到 人家去喬一喬 但這個喬是要小心的 我們通常會讓病人在麻醉下再去喬 如果你是清醒的去做這些徒手鬆解的動作 是非常疼痛的 而且鬆解完之後病人通常還是會再復發 因為他痛到沒有辦法舉手 沒有辦法執行你這些復健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麻醉下呢 在關節裡面打一些藥物 一些止痛的藥物 然後開始做徒手鬆解的一些治療 包括幾個角度往前驅往外轉往內轉 這幾個角度我們都會把它做鬆解 那併發症呢大概有0.4%到1% 很不高 但這併發症是很可怕的 它有可能我們鬆解的 我們希望把我們的這個關節撐開鬆開 那最後是一折骨頭斷掉了 大概有0.4%到1%的風險 有可能會有骨折的風險 所以這個也是還是要經過專業的評估 那這個大概也會有14%的病人 因為鬆解完之後很痛 沒有辦法配合治療 所以他有可能會需要再次來 過幾個月之後再次把它拉開 那再來就是最後一招囉 如果說病人想要比較徹底的解決 已經困擾他很久了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關節鏡的方式 進去裡面幫他做鬆解 關節鏡的好處比起徒手復衛的好處是 它可以在關節下去判斷說 哪個地方是沾黏的 那我們去鬆解的位置可以更精準 判斷說哪部分的關節囊是最後的 然後哪部分的關節囊我們需要做處理 在關節下處理完之後 我們當下就可以在麻醉下 立刻看病人所有的活動的角度 這樣對病人來說是最安全 然後也是最有保證的 只是說這個就是一個侵入性的治療 要住院 而且還要冒著開刀的風險 所以這通常都會擺在最後一步 那我們總結一下我們就是大概 就是治療的方式 其實最剛開始最一剛開始 我們都會做保守的治療 一剛開始我們是用口服藥物 那在發炎期我們也可以做一些關節註射 復健呢其實是貫穿所有的治療的方式 不管哪一期都可以做復健 但是也都有相對的復健 不能隨便去找就是隨便的橋 一剛開始發炎期去橋是錯誤的 那再來呢如果說保守治療無效 我們選擇一些比較侵入性的治療 包括說關節擴張術神經阻斷 這些都是需要打針的 所以是一個比較侵入性的治療 那我們會放在保守治療的後面 復手的治療呢這時候在冷凍期 就有一些就是這個角色 那再來到最後如果都沒有效了 那我們就是上麻藥 做一些復手關節的終結 那另外一個就是選擇手術的方式 那這些是希望給大家一個大概的指引 就是說如果遇到肩膀痛 肩膀卡卡的 不一定有時間 但是最好還是去醫療院所 找醫師判斷說 我們現在如果是午時間 在哪一個治療的方式比較適合自己 那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謝謝大家